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看到糖葫芦小妹了 看到鹅阿珍小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用点心学校系列呢 让他们找到了逛夜市的乐趣 夜市里面的小吃呢 通通出现在用点心学校里面了 今天想跟大家推荐一下用点心学校系列 推荐的几个理由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趣味性非常的强 我们鼓励小朋友阅读呢 首先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读到有趣的故事 开启他的阅读兴趣 明哲章老师的书写功力不用讲了 再配上BO2呢 超强的绘画功力呢 就让这一套桥梁书呢 图文并茂 原本我们平常看似无奇的食物呢 都变成了非常具象 非常擬人化 第二个就是这一套桥梁书的知识性 非常的丰富 除了平常我们的生活饮食尝试之外呢 科学性知识也非常的丰富哦 譬如说在这一本 老师有够辣里面呢 瓦砂比老师跟辣椒老师呢 两个都想要抢下老师谁最辣的宝座 于是呢 两个人互相把最辣的辣椒酱 还有阿里山的山葵呢 抹在手指上 看谁先昏倒 谁就输了这场比赛 最后呢 两个人体力不支 双双昏倒在操场中央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 将老师出来让他们喝了热热的姜汤呢 解救了他们两个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讲到的就是舌头的味觉 第三个就是 这套书里面呢 保证让学生学到满满的语文修辞 在美食大乐团里面呢 小小布丁人想要邀请齐古兵小子加入乐团 他是这么样鼓励齐古兵小子的 小小布丁人对他说 将相本无种 英雄不怕出生滴 又对他说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你看这样的俗艳 是不是可以用在平常的写作呢 第四个 就是在用点心学校系列里面呢 小朋友可以学到满满的品格力 在用点心学校里面呢 各个点心同学之间 彼此偶尔也会有纷争 但是他们总是能够理性的沟通 化干戈为玉帛 每一个老师也都非常的用心教学 教点心人 做人做事的道理 例如塑胶管老师 吸管老师 以及卫生块老师呢 在这第十一集美食大乐团里面呢 他们就决定要提前退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以身作折 落实环保 总而言之 最好吃 最好笑的精神质量 最疗愈的乔良书 就是用点心学校系列 Reading by Etty 就让我们用点心学校系列 来丰富小朋友的阅读吧